即第一本百万级超级否定信仰出现几天后 第二本超否定也出现了 来自喜大补班服务器的勤沸小背包 兄弟你可以改名了 以后就叫狗托的大肉包 有道理 你以为结束了吗 并没有 昨天晚上21点32分 第三本超否定紧接而来 来自紫禁城的宁城城 兄弟你也可以改名了 就叫宁悠悠 以后我做资源 先祈祷让你保佑保佑我 你以为结束了吗 还没有 八分钟后 青秀山的超级西瓜 又得了超级合纵 如果说超否定是唯一的T0阶级 那超合纵就是妥妥的T1阶级了 使用效果非常好 你以为结束了吗 依旧没有 五分钟后 紫旁山的闭烟拨人心 又得了超级魔之心 虽然今天下午出的超级夜战 最好的几个超兽角 只差超偷袭就都齐了呀 结果今天中午 我本来是上下给粉丝查一下神兽 突然就看见 群岭的元气森林 得了超级偷袭 你不是师父老实人吗 真心人必人得想 货货货得扬 一直比我捡着亏到想撞墙 但是不得不说 王一的这边操作太溜了 这么接二连三的刺激 粉丝直接说他们区 之前明明漫不动的红魔石 一分钟不到就秒光了 我徒弟的区出了超魔心后 金价更是直接涨了五块 据说还有人都开始 上千个的囤红魔石了 我就想问 兄弟们 你们还扛得住不玩道人吗